咱们扎老师为了谈胃签拉面的问题 要不是这个精神现在新闻界都没有了 扎老师以身是法亲身去吃 你为了体验胃签拉面的美味 就是昨天因为我知道要谈这个 我去了查了在网上说有一个赛特店 我住的又不远 我就去了赛特 结果到那告诉我为签拉面搬走了 但是有另外一家拉面店 也是日式的叫面爱面 所以我就在那吃了一顿 吃了一顿的确是很像 也有骨汤 就是现在出问题的骨头汤 一样的大碗的 然后日式我还不仅还带 把我们家属都带去了 三狗人在那吃了以后 出来过了一段过了一阵开始我还说不错 对于一个连锁店出来以后 过了一个不同的全都觉得 这肚子是什么感觉都觉得不舒服 也说不出来哪不舒服 你明白吗 是心理作用吗 比如说他日式有海带似的 就是他那种五三拉 就是鲜绿 就马上我想起那种 就是真花和塑料花的区别 你知道吗 如果是塑料花它更加鲜艳 但是实际上它是塑料做的 那海带就是那样的 然后吃到嘴里又鲜的 你都就是一鸡那种感觉 然后那个面汤也是 的确是乳白的 但是你就喝了 我就不敢多喝了 喝了几勺以后 我感觉是不是很多味精或者香精 那种鲜味就感觉不真 你明白吗 而且我还是要的清淡口味 我还问了一下这个服务生小姐 果然也像味前拉面 她说我是来打工暑假打工的 安徽的在合肥上大学的小姑娘 跟着亲戚一块暑假来打工 我都不想就算了别问了 因为我知道这味前拉面的报道里面 已经说了就一个月1100左右 然后都是干的时间不是很长的 所以我去问她这骨头汤 她也说不清楚 我说这是骨头的熬出来汤吗 是是不太清楚 再一问才就是暑假来的吗 没多久 所以我看味前拉面 我一直闹不清 现在最近我发现我很无知 比如说我一直到最近我才明白 原来和谐号就是动车 我长期以来就认为和谐号指的是 从北京开往天津的动车 才叫和谐号 因为早年去铁道部采访 试作 我看了车头写一和谐号 到现在才知道所有的和谐 全是全是 全是 对 就是那刘部长 对 前刘部长 这个味前拉面 我一直以为它是方便面 现在他们才告我是个店 你太无知吧 因为我认为是个日本的方便面 你生活过得滋润 你从来用不着去这种快餐连锁店 是吧 因为快钻面 它是这样 它那个是日 我吃一种饺子 但是我也不能说这个牌子的名字 不是速冻 我觉得很好 是速冻的 是速冻的 是很好的 但是他这个面我昨天还特地问了一下 因为我看的菜摊上的照片是像方便面 所以我就问了一下 我说你们这是不是方便面 他说不是 但是他还没有真的说谎 他说这是机器拉的 不是手工面 不是干的 是湿面 你知道这个味前拉面 我们在香港我们叫它叫味精拉面 因为这个面在香港是很早 但是深圳香港是同时开的 它不是日本人开的 一开始很多人以为他是日本人开 你记得前几年反日游戏 你说在深圳 他不是给炸垫子吗 对 结果后来一炸 我们不是日本人冤了 冤比豆娥冤还冤 然后后来就发现了 他真的其实是中国人自己开 他用所谓的 对日式的口味 但其实也不是真正日式口味 日本拉面还是有很大区别 他就仿日式口味 有点像披萨哈 说是一式薄饼 其实完全不是对吧 然后跟着就是加盟连锁店 开的全国到处都是 那你可以想见 就开这么大型的全国连锁规模 你说这个骨头汤 他说每天拿骨头来熬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而且第二就是你如何可以保证 每间店的口味一样 因为连锁店最重要一点是标准化的口味 你如果真用骨头熬汤 每家店 你这骨头哪来的 熬多久 什么季节 什么气候 这都不一样 不可能熬出一样味的 这个其实我觉得 这其实并不是问题 问题是他说了假话 就是你就是 是那个标准化的需要 所以你就是那个叫什么精 还什么骨粉 画的 如果你没有标说 我就是骨头汤多少盖 多少还通过了浓大的验证 大家也就知道你说的 我就是说的 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对吧 你说了这么多认证 多少盖什么 弄得很原汁原味的 结果去那是一个标准化的 我就对这个感叹 就是说这么大一个店 这么多牌 能说假话 说到这种 我就联想到 我前不久 有一个朋友叫张维莹 他北大经济学教授 对 他说中国的教育 这个最大的失败 不是说创造性不够 而是说假话不脸红 没错 他就给我举了一句 说真话才脸红 没错 他说他小时候 在他陕西乡乡下的 他说那时候小学 如果班里边一个学生偷了 一个人的钻笔刀不见了 钻笔刀不见了 老师很简单 全体学生排成一行 谁脸红就是谁偷的 嗯 而且他说 这方法还真灵 就是那时候的小孩说假话了 他真的偷一个钻笔刀 他身回脸红 他说现在怎么可能 这个出来的学生 然后最后你不管是干嘛 各行各业 不是光是下海经商的 我认为你光说经商的说假话 这个有点 这个都还太缩小了 普遍的一个情况 作假 照我说 他还不掌握撒谎的艺术 一个魏签拉面 我看他就不如肯德基会编 肯德基最近也被人爆出 肯德基说 肯德基也中国话 早餐吃豆浆 然后肯德基的宣传是古法 古法做的这个豆浆 结果网友给弄出来 说拿豆浆粉泡的 但是你肯德基没撒谎 你看肯德基怎么聊 说说说你们注意 我们怎么说的 我们的说我们说的是 获得消费者欢迎 对吧 我们说的是什么 为了向传统致敬 肯德基钻研古法 运特别精选东北优质大豆 运用创新制作工艺 力求为消费者奉上口感柔华 浓香醇厚的纯豆浆 这里边哪句话说 不是拿豆浆粉泡的 的确你说的对 会聊 这个的确是会聊 就是说他说的 从法律意义上 法律意义上 漂不透错 比如说他讲古法 他可以甚至可以说这个古法 就是我命名我这种做的 豆浆的方法为古法 是啊 这是我的命名 甚至比如说就有一天 我如果说我卖金子了 你拿回来说是假的 我说我没说这是纯黄金 999.9 我说这是真金 没错 这个真金是种金的名字 是我发明的 对 不过这可能也是要训练 就是说如果他撒谎撒的越巧 我觉得其实现在社会 它是一个复杂社会 脑子也要复杂 那就要消费者脑子也要复杂 起来你就要看他 他这古法什么意思 不就是多一步 你一看就看出来了 他这不是他自己熬的 就包括股粉的 怎么就这么多家庭 就一看这什么多少盖 就抱着小孩说去喝这碗 股粉汤了 其实你要是我觉得再仔细看一点 当然这件事上 这个魏千豆浆 他没有著名 如果他像肯德基这样著名 你马上就能看出来了 对吧 他这个不是 他在他店里边用骨头熬的汤 其实我老觉得 中国的很多事 你是经不起的 我说这经不起是什么意思 你看最近说的这些事 我老想我要发起一个倡议 咱跟他叫板到底 就呼吁人来捐钱的话 我提出的口号是检验每一个声明 检验不现存的产品 对吧 我估计有的厂商听到我要这么干 他得吓得哆嗦 美国就有这种组织 这组织就看你每一个上面写的 你写的什么 你的成分蛋磷甲 还是怎么怎么着 多少多少多少 我找专门的机构化验 如果货不对板的话 包括你的产地 你的功效 所有的声明 我去核查 然后我告到你破产 是能够告你吗 你诈骗呢 但我们说中国都是有一个 出一招就有一个对策 我来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我就一个出租车司机告诉我 他说你要是去长城 你可别在那吃饭 因为那儿的店全是全是骗人的 可是他那片让你骗的 就是没话可说 比如说他给我举一个例子 他说有一个什么长城脚下 有个猪如饭店 特别火 因为大家都要去那儿 就是看这个猪如 所有的人都是小矮人服务 所以他半天就都关门了 因为就是就半天营业就太火了 可是他就举一什么例子 他说比如说你要吃他的一个鱼 一看就是50块钱 很值 一个大鱼 然后上来以后 怎么 小200怎么回事呢 后来说 他没错 他人家那鱼后边写着特别小的小字 写着金 你根本看不见 你拿风打进 就是实际上他是一斤 就50块钱 你这撑一个鱼出来两斤 没错 再加点料 再加点汤 小200 但是你不能说他说错了 人家那小字 所以说在中国生活 你的眼睛真的要像显微镜一样 待会咱们去一下广告回来 我给你看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在中国生活要擦亮眼睛 擦亮眼睛你就要能够辨别 有时候就差一点点 你知道吗 就是你再看看这几个照片 我们来看看 你瞧没有 康师傅吧 那个好像也是康师傅 对吧 是 你仔细看是康师傅吗 是莲师傅 连连结的连 看了吗 他别的都一样 你不留神当康师傅了 你再看下边 你看金龙鱼吧 他这个金龙油 这边是金龙鱼 是 差不多 你说他骗人 你也不能说骗人 对吧 没撒谎 再看下边 你瞧 一个是脉动 一个是涌动 终于闻到的眼力价炼出来了 再看下边 你瞅 这来有区别吗 奥利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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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就整这个 对 但这个你还可以说 就你比如说 我甚至觉得这样子都还比较好 为什么 他这样是有点好像忽悠消费者 蒙你一把 但是他起码比用了人家的牌子 但是里面是伪劣仿冒产品 要来的强点 有这样的例子吗 我觉得是吧 比如说他这样 他起码是个拿出个牌子来 在街上卖 你可以说他这个牌子明显就超人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说他起码是卖的货 有名有姓的有个厂在这 他不是那种说我盗用了你康师傅的名义 然后里面装一些不晓得什么玩意给你 那样子当然就是马上康师傅就会跟他打官司了吗 你盗用了我的品牌 他违法的这个是 那种要先查出来才行 对不对 是 对 而且我想说我们刚才说这些问题 我真不觉得是中国独有的 就世界各地都一样 就是整个商品广告里面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谎言 或者是演示 比如说我举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某个非常有名的国际性的大牌子 出这个薄荷糖口香糖什么这些 你注意看他这个商标上面 他会注明说天然薄荷口味 你知道问题在哪吗 你吃的时候你大概会以为这个薄荷糖 薄荷口香糖真的是薄荷做的吧 他讲天然 不是 他讲是天然薄荷口味 口味是天然薄荷的口味 但这个口味是怎么做出来的 其实大部分的口香糖材料是完全一样 最后使得它有味道分别的在哪呢 是最后加的这个调味剂 那个调味剂是化学调成的吗 闻起来就像天然薄荷口味 又等于说某个非常有名的美国的薯片 大家常常吃的 这个薯片上面会写说这个新鲜番茄口味 那你一下也以为这是新鲜番茄做的 我买过番茄口味 那真的很番茄是吧 但那个味道也是调出来 那种调味粉是白色的 一瓶一瓶看起来完全一样 一开这个是薄荷 一开这个是番茄 然后用那个调味粉去炸那个薯片 但他没有说用新鲜番茄来做 他只是说他用了新鲜番茄的口味 所以处处都是套 现在这年代 但我觉得还是要训练 比如你要是常住在美国的话 你马上就知道 这凡是只要用这个字口味 就这flavor是意思就是已经不是天然的了 对 就是一个加工加工的 然后而且广告也很多暗示 比如说你一个沐浴露 沐浴露它宣称它有什么天然海盐的捷径作用 你看那个广告里面看到一个美女很爽的炮在海里头 这像马尔大夫一样 它就让你幻觉 以为这个东西跟马尔大夫 好像有某种的联系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实际从商业广告这种出现 你看最早的 我记得还研究过 最早的美国报纸上 登出的第一条广告 有点像 今天报纸 就登租房信息 那一版的那种广告 其实那真叫实实在在 某某某某某片 某号卖这个咸菜 什么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什么都没有别的 你知道吗 到后来这个虚头八脑 这个虚张声势增加 而且到今天来 你要较真的话 我认为有行骗的性质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有些广告 不仅是像你说的那个美女 有些广告 这去简直就是以情动人了 嗯 他不是说功效了 他是打动你的感情 你看我可以给你看一个 日本的是什么 他讲一个燃气的 让你用燃气这个广告 可是这里面有个很 你看这个广告你很感动 因为他这个广告 讲的是人跟人之间的感情 那么但是你较真来说 这是欺骗消费者的感情 因为感情 亲情跟燃气是不是好用 是不是安全 跟这个品牌的燃气 跟这个品牌的质量 没有任何关系 对 可是你利用了人的这种情感脆弱 你行销你这个东西 那么我说要较真的话 这不也是一种欺骗感情吗 当然所有广告都这样 对我们可以再让我们的感情 被欺骗一下 对我说要较真是一种欺骗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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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到这个真正会撒谎的 你知道都说是跟女孩撒谎 就要有一句真话 九句假话什么的 他真正这个燃气这个火 你发现没有 在整个广告里只是一个画面 两个 两个吧 两个 别的全是母子之间的亲情 这个骗子就叫 这当然 包袱皮后 你知道前 你说这个还有比这个更牛的日本广告 就是前几年 我们记得90年代 日本不是发生过板神大地震吗 那板神大地震的时候 不是曾经震坏过 当时的日本的这个一些电力网吗 结果就在前两年 板神大地震15周年的时候 日本这回我们都搞懂吧 它的核电原来是分东西两边的吗 它关西这边那个电力厂 为了要告诉大家 要相信我们 我们核电很安全 那还没辅导这些事的时候 我们安全的很可靠的 他拍一个广告 那广告是什么 那个广告牛了 完全没有任何电力的感觉 核电这些形象完全没出现 出现的是什么 一堆小孩 15岁的小孩 15岁的年轻人 有的打篮球 有的看书 有的在笑 有的在跳舞 他讲的是说 这些人就是当年板神大地震 那一天出生的人 然后15年来 他们很快乐的成长 怎么样 到最后一个镜头 才看到这家公司的人 正在很努力在一个电线杆上 架电线 说我们永远跟你在一起 这样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扎老师提的那个也对 就是说好像这跟我们这个风俗习惯就有关系 我们没有什么声明是认真的 你讲的日本那个实际还是精确设计的一种广告 营销 但是实际上从另一方面来讲 你发现没有没有什么人对声明认真 这包括你一个教授的履历 为什么弄出假的 有的时候是他并没有想从中图利 你知道吗 他只是不习 他只这样无所谓 是吧 一说那什么大学毕业的 这有什么所谓 没有认真过 对 而且或者他当他想很认真的对付一件不认真的事 你也很可怕 我为什么刚才说 对把字体放小就特别有感触 就我前些年就出了一本书 这是在大陆出的 当时因为有些章节经过编辑的删结 我当时不是很高兴 我就说这个要著名的 你应该至少给我著名一下 这个章节经过删结了 不是我愿意的我自己同意的删结 结果这出版社最后就用了一个特你真的只能用显微镜 才能看见的字体 在那个结尾处 纳米级别的 对 这有什么本节有删结 不要说好来我就觉得他也是说著名了 但是谁会看见的 你真的只能带放大镜才能看见 而且他是很认真的在做这件 就让你不要注意他的事情 你明白吗 你说这个声明不只是声明 我觉得今天整个中国都不是个认真的国家 比如说我举例在香港 香港这几年不是特别多大陆来的留学生 或者来念书的孩子吗 其实大部分的还是挺不错的 但我们往往跟一些教书的朋友聊起来 大家都有一些奇怪的遭遇 而且遭遇的类型都很像 其中一个例子是这样 最近一个朋友他教书 他就发现他这个学生做的教的功课是抄袭的 然后就不能给他合格 就给他不及格了 结果给他不及格之后 这个孩子呢就三番四次写信来要求让他及格 然后还辱骂我这个教授朋友 就说这个你太不像话 他是个女的 而且还说这个你你 你身为女性要珍惜自己的女性的美德啊什么的 然后到了最后呢 最有意思他写一段话 我觉得特别是点出要害 他那段话写什么呢 他就跟这个我这个教授朋友说 我给了这么多钱来上你这个学 无非也就是来混个文凭 你挣这些钱 无非也就是你教书 无非就是挣口饭 何必大家那么认真 你这么较劲没好处 没谁有好处 然后后来呢 我那个朋友把这个信转给系主任 他们去看正式去处理 这学生才忽然就吓到了 就乖了 这孩子写信给这个朋友的时候 都是这些口气 一旦遇到系主任 整个学校就等于体制出动了 来接管这事了 他就吓到了 那后来我发现很多朋友的这遭遇 遇到一些小孩 他们一说什么 你干嘛给我不及格 给我这个低分啊 怎么何必那么认真啊 但我觉得有趣的是 如果你真的那么不认真 你干嘛在乎那个及格不及格 你干嘛在乎那分数高还低呢 他要过关嘛 对 这要完事大吉嘛 很有意思 我觉得你觉得 就今天这个中国这个不认真了 我们你知道 我们从最近从香港调了一个领导 到北京这 这领导那天开会还批评他们的 说我不明白你有什么必要 你找我签字要领20盒袋子 是吧 我签了个之后呢 他自己把20盒改成40盒 他说你需要40盒 你就给我接40盒 我也不是不给你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可能突然想我需要40盒 自己改了再拿40盒 这个很可爱的